我們跟老師介紹一個短指服務 因為平常我們用的短指 老師是這樣 雖然它已經是短,但是不好記 對不對 因為我們平常產生的這個共享連結 很長,所以我們要用短指 可是短指有分大小寫 然後又不好記的話 其實你就不想用 那有人說我用QR Code好不好 可以啊,但是QR Code不是給人看的 所以當你不是用手機的時候 你就看不懂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短指服務 那這個GG.GG 它最大好處就是它可以產生 自訂的網址 對 自訂的網址,所以說你這樣在使用 你要記就相對容易 那麼你就直接打GG.GG 進來之後呢 把你要分享的網址就貼進來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分享這個 我就把它複製起來 把它貼在裡面 貼進來 但是各位不要急 不要馬上產生短指 這樣你只是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 重點是在下面這個地方 你要客製化 Custom 點下去 在這邊 你就可以在這邊打自己喜歡的 當然因為它是客製化的 所以也有個前提 你用的 不能別人用走 比如說我用今天的日期 這個已經有人用了 它就告訴你 不好意思 你不要讓問題 你就沒有使用權 所以我剛剛用到02 所以我知道03還可以 所以我這樣按下去 有沒有就產生這個短指 所以我把這個短指複製起來 貼到這邊 它就好像我們的轉指一樣嘛 所以它還是自動到那邊 你原始檔案還是歸你自己的 跟它沒關係 它只是幫你做一個轉接的服務而已 但是好處就是你可以自訂 所以我覺得這個 也蠻方便老師 比如說你一般上課 像我們國小來講的話 小朋友基本上用手機就不方便嘛 那你用這種短指 他回去也好記 跟家長說 老師今天學校辦什麼活動 例如說GG點GG 他回去至少就看得懂 家長要打也還蠻方便的